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四个姐姐 一个哥哥 我是排行老六的 第一个是大姐 第二个是我哥 后面三个都是女生 我妈就说 第六个是最后一个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不生了 后来就生到我 所以我觉得很幸运 很感谢我的父母亲 小时候的我 就是很不爱读书 我妈是做外汇的 所以我对吃的也很有兴趣 我就说我以后长到智利 一定要开一间餐厅 一定要做好一位好的厨师 其实我父亲已经过世了 我希望他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 过得很幸福 他应该也可以看到我 他也可以看到我 我准备要结婚了 我想对我爸说 你不用担心家里的事情 家里的事情 我做儿子的一定会撑起来 这个你放心 亲爱的妈妈 我想对你说我爱你 你真的是太伟大了 你的下半辈子 我一定会好好地孝顺你 所以妈 我爱你 我要感谢我的兄弟姐妹 对 我感谢我的四个姐姐 我哥哥 因为他们都很疼我 但是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大姐 大姐 真的很谢谢你 对 这家店真的是 你是最大的制度 谢谢你挺我 但是我一定会去改变 不管是我的脾气上面 对你的口气不好 但是 我一定会慢慢地改 我三姐以前在餐厅 我跟她有点处得不好 真的很抱歉 三姐也在帮忙 对 三姐之前也在我餐厅帮忙 我三姐她冷很好 对 她说我 我都想跟她抱歉 但是一直 开不了口 她借了这一次 跟三姐说对不起 虽然是开餐厅的时候 有些不愉快 但是 我们兄弟姐妹 不管遇到任何事 都会相挺的 一定很好 对 我妈就是希望我们的兄弟姐妹 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 对 她是她最大的愿望 我妹妹呢 就是我的 人生志多兴 因为我妈妈她会看那个 紫薇斗数嘛 所以她从小就看我的命盘 会说 欸你的贵人 就是你的那个兄弟姐妹 然后我还不太懂说 喔 欸 那个贵人的意思 然后现在随着年纪 越来越大 她跟我走了人生很多的 很多不一样的关卡 不管在我高兴的时候 在我低潮的时候 在无助的时候 在我很多没自信的时候 她永远都是在我身边陪伴着我 然后给我鼓励 给我打气 给我各种灵感的最好的朋友 所以有妹妹真的很感谢 感谢 感谢 感谢妹妹 我爸爸呢 其实他都很乖 就是回到家 他会把妈妈的饭 全部吃光光 让他 让妈妈很有成就感 然后他 凡是以妈妈的 以我妈妈的话 就是为最重要的 的指标 妈妈讲什么话 他都会尊重 非常疼爱老婆 你觉得你可以好好学习 我会的 对 我会的 那我嫁出去之后呢 希望爸爸还是可以 一直很贴心 很疼爱的照顾妈妈 妈妈在家里是最重要的角色 她在这个家里奉献了大半辈子的生活 包容着我们整个家的很多大小事 我觉得她真的很伟大 然后在我很低潮的时候 她也都是 不会讲太多的道理 可是她总是 言解一概的 马上就可以 安抚我 很慌乱的情绪 我很想要跟妈妈说 能当你的女儿 真的是我最 最开心 最幸运的事 那希望之后 嗯 嫁出去了 妈妈她可以有 多一点的时间 给她自己 然后再更爱 更爱自己一点 妈妈 I love you 然后我想要唱 唱两句 世上只有妈妈好 给妈妈听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 想个宝 妈妈 谢谢你 I love you 我 我要感谢 果叔的妈妈 也就是我的婆婆 从刚开始就对我 事如己出 非常的 非常的疼爱我 然后跟婆婆相处在一起 我觉得非常的自在 就感觉她 从一开始就把我当自己的女儿 在对待 所以我觉得 她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 然后我很幸运可以认识果叔 然后可以有一个这么好的婆婆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也会像自己的父母一样 好好的孝顺自己的婆婆 然后 感谢婆婆 那我要感谢我的岳父岳母 谢谢你 谢谢你把女儿教育的那么好 未来我会好好的照顾佬佬 对 希望你们 岳父岳母可以放心 上半辈子你们辛苦了 下半辈子 就由我和佬佬好好的孝顺你们 这辈子都要煮好吃的东西 给我的岳父岳母吃 我第一次看到她 就是觉得这女生什么 好漂亮啊 对又有气质 我就爱她 我就爱上她了 一见钟情喔 对 她也是我第一个初恋 她是我的初恋 她是我的初恋啊 就是某一天在健身房上课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有一位很有礼貌的男士 就是常常很积极的来运动 非常热情的会跟大家打招呼这样子 我就是看到任何人 我都会给她打招呼 说你好 我觉得我可以去选女长吧 谢谢 是因为我喜欢有礼貌有气质的男生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没有男朋友 然后那个在上课的时候 对我是她的学生 她是我的老师 对 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就 有产生这个爱的果花 当时也是我很努力的追 第一次我就 就问 说你有男朋友吗 我第一话 你真的记得 对 我说你有男朋友吗 因为我想追求你 对因为你长得很漂亮 很有气质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 我就注定说我这辈子一定要娶到她 因为她太抢手了 所以我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 我是不是每天一定要 煮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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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椒蝦 对 就是他们里面的教练是说 哇 他们家是在养融蟹的吗 是养螃蟹的 是养螃蟹的 每天都是我家是做伴做的 所以 还要吃自己开餐厅的 所以要吃什么都有 对对对 然后我又很喜欢吃 刚刚我老婆又喜欢吃 对 很容易就感觉到用心 有时间休息吗 我当时在教练的时候完全不累 像我在工作一天都15个小时 但是爱情的力量真伟大 体力都用不完 每天都睡到两三个小时就足够了 对 就是我不知道我只要看她开心 我就特别开心了 所以我完全是不累 是去宜蘭玩吧 过年的时候没有安排去宜蘭出游 就有比较多的时间相处 然后就很自然的 就觉得好啦可以 可以交往 对 她观察我三个月 都已经我在一起了 但是我真的好兴奋 开心那不行 比中乐都还开心 就是我觉得跟她在一起 很有安全感 就是她一天工作时间很长 可是她每天都还是会 再怎么忙都还是要打电话给我 然后讲个晚安 讲个老婆我爱你 这样子 就 就这一点小动作 就感觉是很 有把我放在心上 很用心 很温馨 对 好 谢谢你把我讲的 好 感谢 我老婆很有爱心啊 像之前 有两只流浪狗 这她水沟 掉到水沟 她二话不说 马上先急了想办法 把她救起来 对 就觉得这个女生很善良 也是我喜欢的 这是很完美 我很幸运 我想对你讲 对 我 你嫁给我 我 一定不会让你试完 对 我想说 我们两个已经 一加一大于二 对 我一定会 把这个家好好顾好 还有我们 我们的父母亲 我都会好好的照顾 就是以后结完婚以后 人生还很长 现在才三十几岁 可能会活到 还有五六十年要相处 那婚姻之后可能还有 才是更相处才是更 更长时间的 的那个磨练 那当然我们前面已经相处四年了 就是感觉已经 其实已经很 很了解对方是 什么样的个性 那在这个基础之下 我们未来的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不管吵架 一季爆炸的时候 有不开心 或任何有开心 有高兴的事情 我们都要一起去面对 然后让我们未来 可以更正面的 更开心的 然后去做人生的 各种阶段的规划 再见 再见 再见